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清晨热闹的火车站台上 有一个孤单瘦小的身影 老爷爷要去旅行吗 他要去什么地方呢 火车的车厢里许多人因为早起赶车不在休息 车厢里回荡着火车分驰在轨道上的轰隆声 突然老爷爷在纸上写了什么东西啊 发生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在纸上写字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了幸福到站起 周围有人看了 都觉得好奇 他要在一个车站名 是幸福的地方下车吗 这趟火车有停一个叫幸福的车站吗 都是很好奇 在这趟车上 你们还看着有一个站着的 他是在做什么呢 去问问爸爸妈妈吧 去问问爸爸妈妈吧 旅行的人上车下车 老爷爷依旧坐在奔驰的火车上 等待着幸福这一站 终于来到了终于来到了终点站 日本东京 疲惫的老爷爷在车站的躺椅上睡着了 这是幸福那一站吗 大大的汽车旅店的路标下 坐着老爷爷 这是哪里啊 还是日本吗 有一辆车开过 老爷爷要搭顺风车吗 是去幸福的车站吗 爸爸 爸爸快看 闲迷上 有位睡着的老爷爷 我们要叫醒他吗 老爷爷 老爷爷好像是要去一个叫幸福的地方 可能他还没有到哦 香港电车 是去哪里的 游乐园里 有许多孩子和欢笑声 可是啊 坐在旋转木马上的老爷爷 感受不到丝横的快乐 也没有幸福 试试放天灯吧 平平安安 快乐幸福的愿望 让孔明灯带上天 我们骑上摩托车去追 想想就觉得幸福 老爷爷感受如何呢 老爷爷感受如何呢 真是我熟悉的地方 老北京的幸福胡同 胡同里有文化有历史 有没有幸福 有没有幸福 一下子是秋天了 金黄色的稻田里 满是收获 在收获的季节里 有没有幸福呢 我们看看老爷爷他依旧怎么了 没有找到幸福 幸福到站 请教训我 梦里会有幸福吗 童年的回忆 会有幸福吗 在试试 以快乐的人在一起 一起旅行 会感受到幸福吗 坐上热气球 去看美丽的风景 会感到幸福吗 或者 有幸福的新婚夫妻 在一起旅行 可是老爷爷 还是感到孤单 感到不快乐 终于 走遍了天涯海角 老爷爷 老爷爷 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前面 已经没有路了 只有什么呀 只有大海中的一个灯塔 落入余晖下 落入余晖下 灯塔 与老爷爷相伴 在一起 互相辉 天涯 夜深了 该往回走了 回家的路 漫长而遥远 老爷爷 会找到幸福的车站吗 从炎热的沙漠 到冰雪覆盖的北极 试着去拜访圣诞老人 问我圣诞老人 有没有幸福的车站 依旧没有 回到繁华热闹的城市里 一路走来 老爷爷觉得幸福 还是那么遥远 还是找不到 没家的火车上 老爷爷取着自己的希望 上面写着什么呀 幸福到站 请叫醒 车厢里依旧是回荡着火车的轰铃声 没有人说话 大家或是看书 或是玩手机 还有人在睡觉 老爷爷也是 一路上总是在睡觉 就在这时 发生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这小手 袖住了老爷爷衣服的一脚 谁呀 面前是个小女孩 大眼睛 笑嘻嘻地问老爷爷 我们的终点站是幸福吗 嗯 是吗 还没等老爷爷说完 小女孩就笑嘻嘻地往回跑 爸爸妈妈 我们正在向幸福出发 突然之间 车厢里发生了变化 所有人 都发出了欢乐的笑声 阳光也洒了进来 我爷爷呢 他有没有变化 他的眼睛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的嘴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在笑什么 又回到了Rose Hill 下了车 老爷爷 伸直了腰 挺起了胸 脸上带着微笑 他回到了原点 他回到了家 就在这时 他感受到了幸福 原来 幸福 就在原点 就在当下 幸福 就在心里 每间微不足道的小市里 都有着幸福 在等着你 故事结束了 谢谢 再见